明天是21日 明天是21日 我相信大家作為元朗人 是不會忘記的 不要忘記了 曾經在上面發生過什麼事? 這一年來, 每個月的20日晚上 西鐵元朗站這裡 都會有市民來貼上721的文宣 不過過去半年 這些文宣都過不了第二天 為什麼你要噴那些東西? 那可以說兩句嗎? 你們可以, 我也可以噴 你們是不是有另一個想法? 是的 721發生近一年 事件論述由最初的白衣人襲擊市民 演變成是白衣人和黑衣人的暴力衝突 甚至有指, 事件是黑衣人主動挑起 亨槍閘翻查當日閉路電視網絡片段裡的線索 追查當中的人物 了解他們口中的事件真相 對, 事件是黑衣人和黑衣人的暴力衝突 是黑衣人的暴力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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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年7月21號, 晚上下班的時候 在元朗鳳遊北街 被一群白衣人用藤條襲擊 打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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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停地打我 我還穿著廚房鞋 剛剛在上面下班, 甚麼都沒有做 是不是打錯人之類的跟他們說 真是死女逃生 因為當時這裡真的有很多人 我真的跑才能離開 最明顯一定是手 你看到這些瘀血有些就腫了 你看到心色真的沒有好肉 這些肯定是藤條痕 一動就會痛 維持了一個多星期 一年過後 蘇先生的傷勢已經好了 但是仍然有個心結 不知道自己為什麼被人打 他說警方和監警會的專責報告 至今還未能還事件一個公道 警方連認人的程序都沒有 得不到我想要的答案 我不知道為什麼被人打 也不知道是誰打我 很明顯在這間地上襲擊我的人 是跟他在上面西鐵站襲擊人 大家都是穿著白色衣服 都是拿著藤條 大家的相似性這麼大的情況下 至於他們之間有沒有關係呢 這一樣是監警會的報告 我完全是沒有提及的 在這裏面的市民施襲 他在當晚八點半左右 和近二百名白衣人 走向公園方向 到了, 到了南邊圍 我們到了 當日一條白衣人 日間在南邊圍聚集的片段 也看到他 這件衣服印有蘇打字仰的男人 和這個灰衣黑褲男人 十點半左右 在鳳遊北街上斜 這個戴著黑色口罩的男人 在十點左右 和近八十個拿著國旗的白衣人 走向公園方向 不要打死他, 不要打死他 鏗鏘集給蘇先生 看回當晚的閉路電視片段 他認得出一些有份打他的人 在事發前 已經在鳳遊北街一帶出入 之後也有份在西鐵站打人 見到了, 見到了, 對 這個, 這個 見到他也是那雙藍色鞋 又是背心 又是黑色長褲 仍然是這個 還見到他拿著一把傘 跟他這個位置一樣 都是那個紅色手打 又是這雙藍色鞋 又是背心 很明顯 這件衣服 都是這樣, 藍色上面 一格 然後 這裡又是藍色一格 這樣 在當晚襲擊我 以及在上西鐵站 襲擊其他人那時候的人 根本其實是同一群人 根本是一個有關係 想不到我第一次認人的程序 而不是在警局 而是要用一個這樣的形式去認人 當我們都可以找到一些CCTV 去說這些事情的時候 為什麼警察會做不到還是不做呢 對 究竟在西鐵站襲擊市民的白衣人 是什麼人呢 大概10時40分 穿下溪衫的白衣人 出現在元朗站內 手持長軍 看見白衣背面 有一個傳統建築的大標記 他手持地左 多次揮向市民 你別走, 救命 後來他和一群白衣人 一起離開 打一群人想走 其中這個穿藍色褲的夏溪白衣人 也出現在當日網上流傳的日間片段 準備出發了, 隨時出發 我們找回同一個停車場 地點就是夏村鄉、錫江圍出面 村長鄧錦輝 也是鄉委會旗下的夏溪會主席 他否認夏溪會和白衣人有關係 我也不知道是什麼人 人家有權穿這些衣服 我也不可能控制他 穿不穿這些… 印這些字, 夏溪…不知道 至於當日 為什麼大批白衣人 在停車場聚集 鄧錦輝說 他當日不在村裡 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而停車場沒閘, 又不收錢 自由出入, 不到他管 總之, 你這些事情 我們不清楚 即是你是村長 村長一定知道的嗎? 傻瓜, 你也… 村長很多事情都不知道 不懂的… 但怎麼會站在你們這裡呢? 可能他知道我們這裡 這個廣場夠通曠 他自己在這個地方來追 我大聲疾呼, 我與我無關 或者是我對這件事有什麼… 人家也會不會看法 因為標籤了你, 鄉黑 你說什麼都沒用 我們追查夏溪白衣背後的圖案 發現和夏村鄉市委員會的標誌 非常相似 我們於是去找鄉委會主席鄧麗東查詢 剛巧遇到他們有活動 現場有鄉委說做訪問要事先如若 但鄧麗東辦事處職員又說 一般不接受訪問 我們於是去區議會會議找他 你們說當天7月1日夏村鄉市委員會 有沒有派人去或參與過活動 你們現在全門說什麼都不要緊 最重要是是與不是 由警方去決定, 好嗎? 如果有犯事, 由警方去處理, 好嗎? 好, 你自己… 但當時我們怎麼會看到你們的照片 我們經常主要是我們的照片 不, 因為這個… 我們就是想知道 你不會被別人冒認 或者被別人插裝 你別說這件事, 好嗎? 所以這件衣服不是你們的 對… 對… 可不可以看一看這件衣服是你們的 大家先, 詳細條件, 好嗎? 現在你別穿著, 好嗎? 加油… 7月1日當日 這個穿著粉紅色衣服的男人 有份向記者和車廂內的乘客施集 他當晚都在鳳游北街 手臂綁著紅絲帶, 拿著竹枝徘回 記者去過他錦田沙布村的家和農場 一夜都沒有人應援 鄰居說很久沒見過他 你走出去… 記者在採訪期間被村民趕走 當日在鳳游北街 出現過不少接載白衣人的車 橫槍閘透過車牌查冊 發現其中幾架車的持有人 都是村代表 這架車當晚11點左右到場 登記車主是平山鄉芒整圍村代表鄧輝台 他大概30分鐘後離開 我們去到他家找他 他說當日是剛好經過 拒絕接受訪問 至於這架車當晚8點多出現 停在聚集的白衣人旁邊 兩個下車的白衣人 之後走過對面馬路 11點左右離開 登記車主是新田鄉足原村 村代表黃廣寧 我們兩次去他家 都看到一架車駛在花園 他的家人說他病了 不方便接受訪問 又說片段裡的人不是他 因為這個就不是本人 這個車用會輸給別人 這些東西都是 但是現在的本人 就是現在在醫院裡 休養中 所以真的不方便 家裡都沒有參加這些事情 其中一個我們找到 當日有去過現場的村代表 說反對任何暴力 他擔心被人起底 不願意上鏡受訪 沒有理由一群人走進來 怎會進去發生 一嵌出來是住原浪 是吧 怎會進來 住原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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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都走進來 住原浪 你走進來的門口 你叫我打你 你走進來的門口 你手進去 行不行 但如果是這樣 為何解釋 在他進來之前 有幾個人已經被人打到受了傷 當平時在那刻 我相信也會有很多 在醫院自己在做自己 所有的事 沒得到一個人 沒得到被人打 原浪失活了幾十年 我沒見過 這是一套劇 這是死事 做這場戲 然後播出 這場戲 是死事 去年七二一當日 風遊北街出現過不少 接載白衣人的車 亨槍閘根據車牌登記地址 逐一接觸車主 我想問梁先生在這裡嗎 不好意思 在這裡住 車是我弟弟駕駛的 現在我給了我弟弟很久 幾年了 那我們可以怎樣找到你弟弟呢 不知道 我都來教師跟他聯絡 我開車 謝謝你 有車主的家人 說他身處內地 車借給一個 住在元朗聖國的朋友 之後 自稱是郭先生的伙計 打給我們 我幫郭先生 做運輸的事 通街的人 每次都會拿著 甚麼人派 就拿 然後 自己的家人 有甚麼問題 我再打贏 這輛中港車 當晚八點半左右到場 大概兩小時之後 一群白衣人 在車尾箱 拿出竹枝出來分牌 這輛車由公司持有 登記地址所在 是另一間公司 職員說沒有聽過 持有這輛車的公司名 之後一個男士 打給我們 說和朋友 買了這輛車 做中港貿易生意 只是沒有轉名 在路電視是有力的證據 因為基本上拍到那一晚的集結 這輛車 是其中一個提供閉路電視片段 給我們的商戶 他說家人 怕店舖被牽連 都勸他不要多事 但他不想後悔一輩 他們做了這麼離譜的事 到處打人 如果我們掌握這個證據 都不能夠給出來的話 我覺得香港就真的玩完了 這個位置就是當日 7月21號 白衣人聚集的地方 何君耀和白衣人握手 但是來到今時今日 仍然沒有任何的起訴 或者任何的調查都沒有 721當晚 何君耀在大概十點多 出現在鳳遊北街 他說當時是送人回家路過 但就被誣蔑為策劃721 在去年721前一星期 他在社交媒體有這樣的發言 前天的上水 昨天的沙田 現在又說來弄這個元朗 元朗就歡迎他們來 來到的時候怎樣 會招呼他們 他多多來 你就密些手 將他打到他片甲不留 今天怎麼樣 任何吹水都不行 是不是 甚麼氣氛都沒有 每天都有情緒 現在我和你聊天 我也有情緒 閉路電視片段就看到 當晚有幾個人陪他離開 其中一個人還拿著棍子 是屯門的一位村長 已經說過要教兒子 朱兒子女拿藤橋 這是甚麼事實 他們還問 他穿那件衣服 你有沒有看到甚麼 甚麼牌子 沒理由不知道 穿那條長褲還是短褲 全都是糟糕 不需要轉彎活角 因為沒有意思 我都知道 觀眾想聽的一件事 就是何君堯有沒有參與 觀眾說清楚是沒有 如果有的 警察已經… 警方已經做了事 當日陪何君堯和人握手 送他離開的還有黃四川 他在2016年立法會選舉 做過何君堯的競選義工 當時同區參選人周詠勤子 遭受黃四川追擊而棄選 閉路電視看到 黃四川七二一當晚近八點 在現場拿著茶茶 和幾十名舉著保衛元朗標語的市民遊行 近十一點 白衣人入西鐵車廂襲擊市民後 看到他在月台拍手 他因為事件被捕 暫時未被控告 我們去過他公司 又去過他家幾次 一直聯絡不到他 不好意思,真的很多 請坐 至於和何君堯握手的鄧威良 當晚出現在元朗站月台 他哥哥是元朗八鄉北區議員鄧榮耀 我們在議辦外面找到鄧威良 他因為事件被捕 但暫時未被控告 他其後說 諮詢了法律意見 認為不適合做訪問 警方就721事件 目前拘捕了37人 當中7人被控以參與暴動 及村謀有意圖傷人等 在被告和被捕人士裡面 有幾位當晚都有和何君堯接觸 任何人都在那裡 就算我在那裡 如果我是被捕就是遺憾 對我來說是遺憾的 我相信他們都是為自己保家為族 721是一個不理想的情況 但整件事不是721是一個原委 真正是甚麼呢 顏色革命 有外國勢力 James認為721是一場有預謀的襲擊 因為鳳游北街在旁晚時分 已有過百名白衣人聚集 但警方肆虐無睹 他回看閉路電視片段 發現幾個懷疑是便衣的警員 天望恢恢疏而不漏 我們看到一位中國籍男子 他手持疑似委任證或證件 他不停來回這條街 超過十幾次以上 而委任證其實就是這個 但我不相信是一些普通證件 譬如是圖書證 不通把身份證放進去 然後掛出來嗎 可以在片段那裡看到 其實白衣人要手持一些 角旗或者僑狀的一些物體 手持疑似委任證這位朋友 似乎沒有任何的行為 這個握著一個棍子的男子 接著我們之前看到 巡邏了很多次的 這位疑似委任證人員 就已經看得到他 接著他握著一個棍子一直走 然後他視若無睹 接著轉過去 他看到這樣的人聚集 有很多不同類型 角色形式的武器 我覺得這實在太離譜 監警會專題報告提到 當晚警方在7點51分 至9點45分 五次派員到現場 都匯報白衣人 沒有任何破壞社會安寧 或犯罪行為 杭窗閘向元朗警區指揮官求證 編段裡面的 人士是否便衣警員 我無法提出 當天你… 你直接撮錄一段影片 我真的無法提出,不好意思 明白 其實在7-211周年 暫時只檢控了七個人 那個執法困難是否也很大 所以才檢控這麼少人 你寫上來,我回應你 行窗閘向警察公共關係科查詢 編段裡面的人士是否便衣警員 警方沒有回應我們的問題 所以我們不能證實他們是否警務人員 警方重新正積極跟進調查案件 正利者現在不停喘改整個歷史 那件真相就慢慢慢慢好像被世人圍望 或者他用很多不同的千方百計的方法 令那件真相慢慢消失 但是每一件事發生過 都會記在我們心裡 我相信一定良知會勝過邪惡 乃至幾年、幾十年都好 我相信對後真相會上落劇圈 我相信,有些人可以打開 無人要被看不清 可惡 我相信和其他人有關 在法國安物中集中 正努力的余計 大家也要搞定